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把光明写在黑暗的天空 你用希望秋仙一鸣的主舍 忘怀只会恶心 唤却民众的决心 担负神圣的刀意 风鲜热血河中长 正月的旗帜 和你手中高清 正月的花都是你燃烧的香 你把光明写在黑暗的天空 你用希望秋仙一鸣的主舍 你把光明写在黑暗的天空 你用希望秋仙一鸣的主舍 随度民族的真心 激动世世代代的心灵 远的厚人正气 化足连世的常愚 我心也成功 等等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埋在古文纸堆里几十年的人我都能找到 何况你呢 请进吧 我的天呐 干你们这行的是不是都这样 这是偶尔的 就请坐这个最佳位置 谢谢 怎么 还有别的活 当代青年人如果不是同时在干着两件以上的事情 那他不是思维紊乱 就是智商太低 不过没有必要张牙 你放心 我是来给你送资料 还要看 如果仅靠几张照片搞出来的造型就能概括李大钊的一生 那我干嘛还花五年时间研究呢 我总不能也要研究五年吧 当然不可能 不过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对创作会有好处的 对 你说的没错 我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立体的感觉 比如李大钊 就没有个失败 没有个苦恼 那你说中了 左丘失明 绝有国语 司马迁如果不受功行之苦 也就不能发愤写出史记 李大钊没经过苦闷 彷徨 也就没有他后来的思想升华 这里面有这样的材料 你先可以看一下 好 我还有些事情 我先走了 一会儿在薛教授家见面 好 再见 你看完后有什么感想 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辫子军攻占北京 留辫子的杀煤辫子 于是李大钊连夜仓皇出逃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词形容革命领袖 那怎么说 总不能称之为圣死闲庭信部逃跑 又没正经 不是我不正经 我怎么也不理解 为什么有的词对领袖就 答案老师来了 薛教授来了 太好了 你来得正好 请问张勋复辟 李大钊出逃 能否说是仓皇两字 是仓皇帝 基本如此 你看 别杀人了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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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长 手长 你还磨蹭什么 快走 不行 我的手稿 这都什么时候了 叫辫子军抓到命就没了 还管什么手稿 快走吧 快点 快点 把这儿把这儿带上 把这儿带上 快点 快点 你快点吧 快走 快走 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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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五、乘腿、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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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汗、汗、汗… 检查了,不要放检, Kickin laughed… 和白童的比佛 李大昭被迫倉皇逃往上海 在那段时间里 他的心情十分苦味 首长 你这笔写得妙 可谓入骨三分 全国之内无上无下 无心无旧 无南无北 无朝无野 你很少不是戴着几副假面具的 恐何来了吹捧臂臣 你到了凡事难得真相 去国无一真人 此真王国灭种之相 妙 现在妙极了 太妙了 我们哥儿俩 不就现在这儿黏黏糊糊 温温吞吞 无上无下 无心无旧的泥堂堂里吗 无上无 firm 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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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to 喝 喝 喝着 点一点儿 挪挪 挪挪地儿吧 剩下了 袁世凯死了 又来了一个张勋 张勋倒了 又来了一个段七润 通通 通通他们一路货色 日后喝着 再上来一个什么李勋啊王勋啊 不定又是搞富比搞专制 路茫茫啊 我运多难 多难哪 谢谢 欣雅 你我在学校的时候 自信是能找到一条救国之路 是毕业四年了 杂志报纸办了好几个 文章写了无数了 梁启超 张世昭 唐化龙 各门各派的政治家 我们都找了 是不是 找了吧 大尔文 尼采 托尔斯泰 这等等等等 我们都崇拜过了吧 崇拜了 可是又如何呢 张勋的一根辫子 就是他一根辫子吧 就把这个半个中国给搅黑了天呐 搅黑了天呐 想一想啊 我们不是很可笑 那还不是因为 是不是可笑 还有辫子军吗 我早就说过 我早就说过 救国于为王 要靠一位忠于共和国的武人 住口吧你 武人 如今哪一个武人不是在搞割据搞专制 我夜里啊 我梦里 梦里 梦里见了 白亚宇先生 他大声的质问我 他大声的质问我 你说不着啊 我在九泉之下 一睡了五年啊 你们的民主共和在哪里 你说的再造中华在哪里 你说的再造中华在哪里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中国的夜太长了呀 不啊 我就是不信啊 中国 就是 我 沒 沒有導折 我扯 我扯 只因紅帆 五湖 正 紅帆 五湖 正 来 首长 能借给我看一下目录吗 好 谢谢 对不起 首长 你看 这几新青年在榜了 这几新的青春 在这 先生 这位首长先生是不是李大钞先生 对 同学们 这就是青春的作者李大钞先生 是李先生 是吗 太高兴了见到你 太高兴了 李先生 李先生 我最喜欢您的青春 李先生 青春看了真叫人鼓劲 李先生 你所讲的青春是民族 青春是国家 真的能够实现吗 是 是 李先生 给我们签个字 您签个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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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签一个吗 给我签一个 给我签一个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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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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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请留步 我是北京大学的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先生 请说吧 先生的青春我拜读了 十分鼓劲 但是依我看也有失偏颇之处 说说看 这第一段似乎把袁世凯死后的时局说的太乐观了 你看这儿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 还有清和名类之相 惠百昭苏之天 这 说的好 大中要汉 张勋复辟就说明了我的乐观大错特错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范世杰 你很有独到见解 到北京后我们一定好好谈谈 先生也要去北京 最新消息 蔡元培先生已邀请李先生任你们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了 真的 我们北大好有福气 李先生 我得赶快回去告诉他们一声 咱们北京见 好 他 清大 清雅 面对他们 我真有些惭愧 那 这众多的热血青年 我为什么要沮丧 为什么要叹息 还惭愧 recharge 我该拐弯了 我该拐弯了 咱们两天以后再见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会拐弯的讨论 我会毫无保留的 我现在好像找到点感觉了 别太自信了 早着呢 为什么呢 你缺少我和薛教授身上共同具有的东西 什么 对历史的尊重和热情 包括对李大钊 再见 你好 你好 请吧 这间屋子是李大钊的起居室 这边走 在这间屋子里 五四时代的几位文化巨匠曾经在一起多次聚会 比如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等等 他们在一起研究理论 讨论民主与科学 在这儿他们还吃过胡适的喜糖 小张 小张 李主任刚来 等你们去 薛老师 我陪您去吧 好 你在这儿等我 好 在现代史上 不管是共产主义运动理论 活动 还是文学艺术 李大钊都是一大价 你如果能感受一下当时巨匠在一起的氛围 你就能更进一步的了解它 来 来 请诸位吃喜糖 请进行 吃一块 来 好 谢谢 史智 听说你在老家搞了一个西洋式的文明婚礼 是的 三鸡公了事 不过中国式的对联还是贴了一两张 是显亨娶吉女 恒久得天长 还是芝兰千载奇秦色百年条 我是俗之又俗白之又白 上连为三十月大月亮 下连为念七岁老新郎 如何 好 史智的白话文都做到婚礼上去了 可见奇心之铁 只是老新郎三字不缺 才二十七岁 何老之友 这不是人老了 是在美国熬了这许多年盼老婆盼的辛劳喽 你啊 史智 你这一套做法 夫人也喜欢吗 别看是缠了小脚的 我的话她还听得近 史智 你可是难能可贵 做了杨博士竟没丢下乡下的媳妇 是啊 金氏是母亲定的 为了一个孝子我也不敢 再则道德文章 首长早已做出了样子了 她当了教授 与嫂夫人不还是举案齐眉吗 下一期的稿件就这么定下来了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 史智和半农他们的白话诗 是不是还继续登下去 我以为是有必要的 自改用白话文以来风气大开 很受读者的喜欢 这一点史智是开了先河的 只是不知下一期用哪一手 能不能让我们先赌为快 是指有几首新婚杂诗在我手上 蛮好的 你这个人我来念念 那是谁给自己看的 来 我来念给诸位听听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提到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新王 绣了你嫁妆中的刀剪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药 更老了你和我仁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沉的暴主 越沉偏越响 好 白坏师还是小事件 对于如何办新青年 今天趁大家高兴 我想讲一点小意见 快讲来 我以为中国要前途 切不可操之过急 尤其是我们这些教书人 大家都专心致志的搞新文化运动 就像欧洲的唯一复兴 大家二十年不讲政治 先为这个民族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 一切变革才有个根底 而且这样稳妥 又是你这套非政治论 是 柯治 你的意见是在新青年上也无序谈政治了 宁可多研究一下人力车夫的温饱 总比空谈什么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要实际的多 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的 我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的 我看不出空谈外国的主义 对人力车夫混饱肚子有什么实际用处 人力车夫之所以贫困多难 不正是政治腐败国道不平而至吗 说到文化 苏俄的布尔什维克的流行 马克思主义的流行 不正是说明了世界文化再一次大的变动吗 十人也正是出于对国家政治的担忧 才来看我们的杂志的 不谈政治 不谈国事 我看这本新青年怕是办不下去的 那要看怎么办 搞成渊炎蝴蝶可以办下去 告诉青年唯我主义 这大概也可以办下去的 毕人 索性把话说开 过去这种轮流边际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变化一下 交到一个人手上试试看 大家都很忙 谁可以一个人独挑这个担子 如果大家信得过我 我可以试试 这个主意蛮好 既然有师之一人包办 我们就不必分这份心了 就此宣布退出 玉才 玉才 对 玉才 想什么呢 后来鲁迅退出新青年了 有进步 鲁迅没有退出 因为胡适的主意没有被采纳 不过 新文化运动使用者内部的分裂 从此埋下了导火线 一年以后 李大钊和胡适之间 终于出现了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也正是从那开始 新青年的同仁们分道扬镳了 结果是胡适在政治上继续走向实用主义 而李大钊更加坚定热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了 李大钊 你缺少我和他之间共有的东西 什么 对历史的热情和尊重 是你 对历史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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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